今天早餐和午餐一起吃 现在中午11点多了 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了 没活干了 今天睡到自然醒 睡到早上10点才起床 昨晚11点多就睡觉了 大概睡到两三点的时候做了个噩梦 真的是噩梦 当天我在广东工厂打工 老板就叫我去做修那个机器 没关电 关了不要水开了 我在里面修机器 被电了 我老板去 做电影工厂的事 越做越害怕 不是说经验足的问题 有时候不可 就是说 不可预知的危险太多 工资又不高 但是 抄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白菜的钱 有时候那些工厂啊 不可以停电去干磨 爬上天花或者机器里面 现在四五千一个月吧 广东工厂电工 前几年是三四千 一 一二年的时候两千多 跟普通 跟普通工厂一样工程 稍微多一点 但是 没有普通工厂那么辛苦而已 没有浇了 包裂一点放浇 喝啤酒啊 这是啤酒丢下去的也得 要一段时间了 唉 会玩它 回家 回家玩几天 有些网友 说小冬 不教一下我们电工知识 有时候也有教啊 但是 我建议还是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是吧 万一 我教的 说的不是很清楚 你做错了 被电了 也是麻烦是吧 但是我可以教一些最基本的 就是最常用的 就是最常用的 做电工 反正 干好没的时候没电 也要帮它 把它当然有电来干 不然说停电了 随便用手摸是吧 随便用手摸是吧 有时候你电比坏了 放上火线也是不亮 那个电比不亮 你以为没有电其实有电 或者是它那个 动怒气坏了 或者你在这边干活 它在那边打了炸 当场把你电弄是吧 特别是380V的 最好不要碰到那些线 一些老电工 你以为它 那个 不胆小啊 它越做越胆小 就是不用这样直接摸 那个导线 所以做电也要小心 这期视频呢 我就教大家一些 最家常的接线 有些线路自己家的段呢 是吧 随便自己接一下就可以了 就没必要去找电工是吧 电工 安装的话 安装电工 比雷修电工要 工价高一点 如果过国也没有 没有说 一个月三十天都有活干 长年四季都有活干 没有 在广州广东的话 家装也行 工厂安装电工也行 300到400块钱一天吧 好了这期视频 我就教大家 接一下线 怎么接线 哎 我是有电工匠的 是传播 常任的 我在学校专业是智能 还有电工 也不说精通吧 也不说精通吧 就是说够用 去工厂搞维修的话 或者家庭用的话可以 教大家接一下电线 我帮50多个同学 大概还有十来个 现在还做电工吧 很多都转行了 因为做电工赚不到钱 我这里有两款电线 做家装电工 如果很新一点的话 是可以赚到一些钱 比在工厂做维修电工 赚多一点钱吧 现在我们现场 装一套房水电的话 人工是3600至3800块钱 一套 就是人工 一般电工师不会推荐你 去哪里哪里买那个 建材 那个材料 水管 还有 还有那个电线 他会得 五六百块钱 几千 上千块钱 扣多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两根线 是多谷同心线 多谷就是里面有好多根 那个铜丝 有些是单谷只是一条 铜丝在里面 这里有好多条 这是2.5 2.5的 2.5平方的多谷同心线 这是1.5的 1.5在家装 只要用来做照明 2.5是插座 好了 一般我们家里的 家里的话 没有那个波线钱 有铁钱就行了 铁钱的话 要接线 那先剥皮 不能这样直接 这样压下去 直接压下去 容易压坏那个导线 容易容易压伤 在旁边这里 先剥一点皮 先剥一点皮 剥开它 剥开它之后 这个铁钱不是很好用 剥开它的话 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轻轻的话一卤 都不用多费劲 慢慢一卤 一卤 这个线就不会伤到 这样子 又又又又又另外一根 这个1.5的 用用2.5吧 一般接线的话 一般接线的话 如果是直接的话 一般都是 两边都是一样 要一样大的线 不能这边是1.5 这边是2.5是吧 有时候不够过 这个线容易发热 这样然后 从这边 又剥一根 蓝色的一般是用来做那个零线 红色是火线 双色线是地线 地线不能当火线用啊 或者零线 上次我去工厂搞那个 清水器就被电了 那个业主自己安装的 用那个地线当火线 我以为是地线那么有电的 那个单鼓和多鼓接线都不一样了 那 先这样扭一下 把这些线 导线分开分叉 分叉 这边也是一样 很简单的其实 这种的话你就不要叫电工了 除非你是女生 女生都会接哦 有些它接线 它是这样接 这样这样扭扭扭扭扭扭 转在一起 然后这样弯 一拉就开了 不行了这样 像这样子 这样完全交叉在一起 是吧 交叉在一起 这样冰住 这样子 拿一根 从怎么还要 奉拭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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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就行了 这是你 plantями 折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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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感谢观看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两公布拉就拉不开 拉脱皮了看到没有 拉不开 非常的牢固啊 非常牢固 然后就可以用胶布 长起来了 用胶布长起来这样长起来 这里是我示范 拉掉皮的 我说接的线就要这样猛的拉 不是的我这个示范我接的牢固而已 现在把它包好 长 腾药 胶布 那这样就可以了 你再加段的线或者要接线的话 这样接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是梯形接法 有时候家里要用梯形接法 把它开叉伸过去 这样压紧 从中间扭紧 这边也扭紧 要分开 向两边缠绕 这边也向这边缠绕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随便你拉 我真的在出力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说实话 我接线虽然不是接的非常漂亮 非常完美 但是你说平常用的家用的话 绝对够了 不会掉 不会断